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明報多倫多》5時半新聞直播 今天是6月15日 有身處海外的家人 因為打了不是加拿大印海的疫苗 對入境未能豁免酒店隔離感到失望 有數據顯示 安省教父域地區的居民 可以快點打到第二針 安省今天的新增個案有296宗 是過去9個月以來的最低紀錄 完成了17,200宗的檢測 確診率是2.3% 皮爾區有62宗 多倫多有60宗 又一區有15宗 除了新增個案大幅下降之外 安省的接種速度也不斷加快 已經有超過7乘5的18歲以上人士 接種了手指疫苗 12歲以上人士的接種率也達到6乘5 按照現在的接種速度 在7月2日 原定可以進入第二階段的日子之前 將可以達到進入第二階段 7成散民接種首枝疫苗 2成散民完成接種兩枝疫苗的目標 有望可以提早進入第二階段 聯邦早前宣布 對已經完成接種加拿大認可的4種疫苗的底階旅客 將放寬限制 無需入住指定的酒店隔離 由於中國和俄羅斯的疫苗不在認可之列 所以一些海外加拿大人為此感到失望 失望的人並不限於身處中國大陸的加拿大人 還包括了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加拿大人 例如滯留在阿聯酋的Gibson 他是來自卡加利的36歲老師 他在阿聯酋能獲得的疫苗 只有中國產的國藥疫苗 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Gibson別無選擇進行了接種 但因為不是加拿大承認的疫苗 令到他不能受惠於政策的放寬 而俄羅斯的Spanic V疫苗目前已經在墨西哥、印度、巴西、阿根廷、塞爾維亞和斯洛伐克使用 但還未得到世衛組織的批准 海外的加拿大人希望政府也可以認可非加拿大衛生部批准的疫苗 起碼要將14天的隔離期減半 對此衛生部沒有解釋原因 只是重申會在7月初提供更多的信息 聯邦較早前的公布是 已經完全接種疫苗的加拿大人回國入境時 無需入住指定的酒店 如果合宣檢測為陰性 也無需再隔離14天 目前加拿大認可的疫苗只有輝瑞、摩德納、阿斯利康和強生這四款 也是居住在亞聯酋的43歲加拿大歌手Thomas表示 聯邦政府的做法正在疏遠和懲罰海外的加拿大人 馬馬斯特大學傳染病醫生表示 從全球的角度來看 如果世衛組織認證了一款疫苗 我們應該尊重 但皇后大學傳染病系主任Heavens博士認為 加拿大有充分的理由對俄羅斯和中國的疫苗保持謹慎 因為對於他們功效的同行評審數據仍然有限 安省目前接受中國的國日疫苗 因為這款疫苗獲得世衛批准緊急使用 但海外家人回來的時候 第一站是先經過聯邦管轄的邊防 邊境局不認可 安省認可也沒有用 加拿大移民部去年一份內部被忘錄提醒加拿大聯邦政府 在香港反修例事件中 對因為涉及示威事件被驅控的香港人 聯邦政府不要以為他們被控的罪名 全部都是無中生有的 這個內部的信息和聯邦政府過去對外所擺出來的態度不一樣 聯邦政府過去向外公開指出 大批香港的示威者被驅控 這是不公義的 加拿大政府是會和香港人站在同一個陣線 上述的備忘錄是包括在駐香港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辦公室 去年6月懲交的一份報告裏 這份報告的標題是 不應批准入境的風險 本地主流媒體《環球郵報》拿到這份報告 並將報告的內容作出報道 《環球郵報》說 在報告裏面 移民難民及公民辦公室建議聯邦政府 如果有香港人以示威被控為理由 而申請簽證或庇護的手 不要以為當時人一定是無辜 也不能假設控罪是出於政治目的 報告說 當示威者和警方發生衝突的時候 當中有不少是涉及暴力襲擊的 這份報告是在民主派和反中人士 在香港發動連串示威之後的一年 和特區政府宣布推出國安法之前的一個星期完成的 加拿大政府最近推出了多個移民項目 幫助香港人來到加拿大工作和讀書 並且取得永久居民身份 政府在推出這些項目的時候 是將它包裝成一個協助香港人逃離受打壓的香港 駐香港加拿大領事館又在報告中說 那些擔心被檢控的示威者 可能會選擇去到較容易取得庇護的國家 聯邦政府或會發現 未來會有更多是因為示威而被拘捕的香港人 申請去到加拿大 對於環球郵報的報道 聯邦移民部長辦公室幾乎成年 FH Health是一間私營醫療中心 提供新冠病毒PCR及抗體測試 詳情畫預約請瀏覽網址 今天有很多與疫情有關的利好消息 包括安省單日新增確診個案 剛知道296宗 是去年9月以來的新低 民意調查也顯示 接近90%的加拿大人願意接種疫苗 聯邦衛生局也說 有信心在9月底前 加拿大人可以完成兩劑疫苗的接種 當大家都期待著 回復正常生活的時候 加拿大可以借減的英國 現在又是怎樣? 加拿大是否真的與疫情說拜拜? Delta變種現在在全球74個國家出現 根據蘇格蘭的報告 這個病毒不僅傳染力高 而且染疫者的住院率 亦是其他變種的一倍 英國首相Boris Johnson表示 現在新增個案每個星期增幅是64% 追患的情況是每個星期翻一倍 情況與5月初 Delta在印度大爆發的時候一樣 令英國原本在這個月21日 進入重啟最後階段的計劃要煞停 押後至7月19日 再看回加拿大的亞省 有最少10個打了兩劑疫苗的人感染 而安省 Alpha變種雖然仍然是主流 但增長速度很快的Delta 現在已慢慢急起直追 根據一名在本地醫院 深切治療部工作的華裔女護士表示 Delta變種很繁複 在病人的口和鼻抽出的樣本 發現不到病毒 但一照病人的肺部 出來的肺片就花光了 其中一個50多歲的華裔男子 在醫院住了超過1個月 住過ICU之後 曾經轉出去普通病房 但後來病情又惡化 要回到ICU 最後她也過不了這一關 正因為這樣 雖然目前安省逐步重開 但這個女護也下了命令 叫爸爸媽媽未打第二劑疫苗 不讓出去喝茶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ersher 我們擁有安省最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貧富程度不同 疫苗分配不公平的情況 不僅在國際間發生 有研究發現 安省較賦予社區的居民 也優先獲接種第二劑的疫苗 為了有效阻止印度變種病毒 在社區傳播 省府由昨天開始 提早為疫情高危地區人士 優先接種第二劑疫苗 其中包括了多倫多 皮爾區和乳客區 有數據顯示 這些地區裡面 更賦予社區的居民 較低收入社區的居民 早完成兩劑接種 獨立研究機構 根據疫苗接種率 及由證編號進行分析 子春在4XL裡面 由證編號M5P的地區 已經有百分之十七的人 完成了兩劑接種 而位於J&Finge 由證編號M3N地區 則只有約百分之五的人 完成了兩劑接種 由證編號M9V地區 也只有百分之四點五的人 完成了接種 由醫生自出 上述地區 有較多少數族裔居民 他們的收入較低 和多數從事服務性 不能在家工作的行業 有更大的感染風險 他說第二劑接種不公平的情況 和開放接種第一劑的時候相似 越早接種第一劑 就越早可以接種第二劑 他希望散府可以集中資源 為真的有需要的人士 接種第二劑疫苗 按照國家免疫部門委員會的建議 溝針打mRNA的疫苗是可以的 聯邦和省政府也批准第二劑疫苗溝針的 但要注意的是 莫德納疫苗 只是容許18歲以上的人士接種 事實上 今天想打第二劑疫苗的人 真是很踴躍 斯嘉寶今天在Midland愛政國中學的 流動疫苗診所 一早就已經超過100人在排隊 一開始預約就已經滿額 要停止派籌 在常工作人員說 今天接種的名額是700個 市民王小姐是排在隊頭 他說今早10點半已經在現場排隊 另外在窩頓 Hilltop社區中心的流動疫苗診所 今早更是凌晨一時就有人在排隊 接種第二劑疫苗已經全面展開 也暴露出家庭朋友之間的矛盾 有些家庭成員已經接種 但有一些基於各種原因 或者看到網上一些不實的訊息 不肯去接種 造成家庭不和 成為高醫院心理治療師 德查達在過去的星期日 剛剛生了寶寶 他之前就向家庭其他成員 發出了最後通牒 叫他們盡快去接種 否則就不要過來抱怨的寶寶 他說 有些叔叔阿姨不準備去接種 他們以為我在開玩笑 但我是認真的 其中有一位阿姨已經接種了一劑 因此我就讓他來看我的寶寶 他積極鼓勵家庭成員去接種 亦都幫他們預約時間 分享公共衛生信息 同一個時間 去到不擔心這樣做會得罪些什麼人 因為這樣做 並不是針對個人 他說 我是保護我的寶寶 為什麼那些人跟我過不去 45歲 塞特斯的媽媽對於疫情和封城都感到憤怒 連帶接種疫苗也感到反感 為了接種一事 母女經常吵架 當塞特斯打完第一針 他媽媽就跟他說 他將會發生嚴重副作用 因為這樣他很生氣 接種的衝突 亦都會發生在夫婦之間 滿地可心理治療師索芬 近期幫助解決了 一對夫婦因為接種引起的爭執 他說接種開始的時候 先生是先去打第一針 太太因為相信網上傳言 就不肯去打 做丈夫的非常不滿 因為覺得太太相信可以相識 致家庭健康不顧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患有哮喘病的女兒 塞特斯幫助這對夫婦坐下來 將太太擔心的問題逐一項討論 亦都擺明 如果她不接種可能帶來的種種後果 最終改變了太太的想法 天氣報告及油價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多倫多今晚的氣溫約12度 明天的平均氣溫約21度 今晚的油價是132.9 明天預計會是無聲點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30歲男子雷洛亨在19年11月18日 在理工大學包圍的時候去到理工現場 說是想見證衝突和解的一刻 但在紅磚模糊街 因為管了26粒波子和100條鎖底 因而被控和其他不知名的人參與暴動罪 今天在地區法院被判罪名成立 法官在裁決的時候指出 當晚8點到11點 有過8名示威者 在紅磚模糊街的大集結百佔道路 除了用汽油彈和磚頭頂向警方之外 又掛出行人道的磚頭破在馬路上 以及用強光照射警方等 尤其在集結的尾段 示威者散陣聚集和向警方的防線推進 這些行為顯然已經構成暴動 被告就辯稱當晚只是作為救生 對幕後有感情 想去到利大 認證衝突和解的一刻 法官認為他的說法完全是合情合理 不過他被捕的時候身處示威者中 並大臂和穿戴了防禦裝備 顯然知識和參與暴動 又說示威者曾經以索帶綁起鐵欄作為路障 馬路也有波子被放在路中作為警員推進 而被告帶有索帶和波子 說波子和索帶 是被家隻貓用的說法相當牽強 毫無疑問是為了作上述的非放途 所以裁定被告兩罪罪成 華雅至7月19日判刑 以等待索取被告的背景報告 美國友善新聞網絡 星期一 引述美國政府官員及文件報道 有反應運中國廣東台山核電站的法國公司法馬通 本月3號去信美國能源部說台山核電站有即時複射威脅 要求美方吸引技術支援以修正問題引起各界關注 報道說拜登政府評估後 相信這個核電站的情況尚未達至危急程度 對廣東省的民眾和核電站的員工不構成嚴重安全威脅 報道也說法馬通在美國政府表示 中國安全部門為了避免關閉台山核電站 提高了輻射檢測的可接受限制 不過報道就沒有具體提到輻射的外洩程度 美法兩國政府的相關官員及專家都有評估情況 美方也有與中國政府接合 中方的相關部門及核電站暫時未回應事件 法馬通的母公司法國電力公司較早的時候表示 台山核電站1號反應堆的冷卻系統裏面的 惰性氣體濃度上升 反應堆裏面有惰性氣體是已知的現象 但是法國電力公司在其又說 今次惰性氣體增加又可能是反應堆裏面的燃料盤問題導致 公司又說目前台山核電站惰性氣體量沒有超出中國的標準 台山核電站星期日的時候回應說 連續監測環境數據顯示 目前台山核電站和周邊環境指標正常 又或核電站嚴格按照運行執照文件、技術程序 控制機組的運行 兩台機組各項運行指標都滿足核安全法規和電廠技術規範要求 法馬通星期日的時候表示 正就台山核電站1號反應堆的運作問題提供支援 核電站現有的數據都符合安全指標 台山核電站1號機組核反應堆在100年的時候啟用 過去曾經有環保團體和傳真社報道指出 那個核電站存在著安全隱患 例如發現過反應堆的壓力容器碳含量超標 1號機組一件組件在投產前測試期間曾破裂等問題 信和集團旗下的黃庭方持線基金有限公司和華人置業贊助 打疫苗抽千萬單位和20份10萬免找數簽帳額的大抽獎 今天是可以登記 抽獎可以在網上登記 主辦單位在全港10個商場也像是抽獎專櫃櫃櫃 其中全新天地一期中庭 下午12點開放櫃櫃 現場有少量市民排隊登記 有市民在最近失業體會到生活困苦和買樓艱難 希望抽獎可以買回個機會 住在荃灣的唐女士今早進不到登記網站 中午帶同針卡來到全新天地的櫃櫃登記 她有自住物業原本是從事飲食業但最近失業 她說生活很艱難想抽獎買回個機會 種錢都起碼有得食 她又說她的子女剛剛成年但現在樓價太貴 年輕人真的很難買樓 普通人賣不起 今次投獎在一個單位很吸引 如果抽中的話就會送給子女 她說媽媽一定是為自己子女著想 而同樣來登記抽獎的利體 就認為送樓份禮太大 不如將一千萬變成現金獎令到更多市民受惠 可能更吸引 她說在兩個月前已經打完兩劑疫苗 但目的是為了保障健康 抽獎只是額外獎品 而陸巡的狐女士說五月中的時候已經完成接種 她認為送樓會吸引到很多市民打針 她說買樓那麼辛苦 家人也有在網上登記抽獎 協助登記抽獎的工作人員表示 登記抽獎的時候不需要出示針卡 中了獎之後才出示證明 就算現在只是打了一針也可以登記 只要在9月1號或之前打完兩針的話 就可以符合抽獎資格 就說這台有什麼重要 還會會嗎 那幾代有點負負責 差點一點 好地 很難 看她好像運氣 用手 沒有人幫忙 勤勤 大力一點 來 來 快 來 我們中間來往這邊 之前不太多人跑步 不可能手势弄到有些争议 这真是坐所难免 如果人家要继续那一秒 要去想一些意思下去 我们都没办法 如果大家有看过这段视频 都知道在讲什么 我们连续十天 其实很厉害 因为我们已经是第三个星期 几乎无停工作 否则无停 每天都是六点起床 都是去跑 每天都跑大概一个小时 但这样被人写会否和太太不开心 或是无奈 我想是无奈 不可以说不开心 因为你没有表达任何东西 你自己享受跑步 想有些纪念的东西 但如果那一秒大家会有些误解 我们也讲得很清楚 例如在IG也讲清楚 你这样想也没办法 说到IG 你太太捉破又被人骂 他真是无奈 Tony真是很恰恰 有些什么在一起 都没什么好事发生 其实大家看完这篇文章 你们认识他们两个这么久 你们都明白这篇文章说什么 绝对不是差异 也不是说算是什么 只不过是 看到一个好像弟弟的人 有坏过 坏过 到最后恶乖 到现在是一个这么好的太太 有一些感触 我认识写了一些多小字 知道他们的人 我们四个人完全明白这篇文章 没有任何意思 只不过是 即是你大个儿子 你记住不要辜负身边这一个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意义 两位师姐有没有留意今届港车 我今年真的没有 有没有翻版选宋仪 没有 好像有翻版 有吗 有吗 有个是你和冯盈莹的确素 竟然是冯盈莹 你两个是在一起的样子 好像连年都有你的翻版 是吗 这么容易撞样的 我留意吗 对 今年没怎么回答 美不美的 有些都可以的 关麗杰的女儿有没有 我知道 这个就是我知道 但是我本身不认识她的 但是我认识关麗杰 就是认识关麗杰 合作过 见也没见过 女儿没见过 是的 你自己都是过来人 星二代参选 有些什么 其实现在很多星二代已经很普遍了 已经不是一个特别的事了 可能压力和焦点那些会有 都会的 其实都起码会平常心点 因为我那一年 就是因为星二代这件事 令到我很大的压力 很害怕 所以就 所以就表现没那么好 没有什么自信 还有大家会觉得 星二代会有后台 大家看到我 我人版来没有的 完全没有的 我九年才做到女一 哈哈哈 所以 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大家真的 都是靠自己努力 我觉得他选港者 就是因为他不想靠家人 所以就自己去参选 自己去比赛 所以我觉得都很大勇气 我都会支持他的 多谢大家看到最后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订阅和赞好 继续支持我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